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使用一條網路線 安裝多隻攝影機 我們在上一部影片有跟大家分享到 一隻攝影機使用一條網路線安裝的方式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多隻攝影機的情況底下 或者是攝影機加麥克風 該如何在不增加線材的狀況下 安裝完成 就讓我們一起來實際操作吧 我們把網路線撥開之後 它會有四對星 那四對星裡面的話呢 其實一對星就可以 拉一隻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一對星就可以拉一隻攝影機的電源 所以我們一條網路線最多就可以拉 兩隻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兩隻攝影機的電源 之前有跟各位分享過 我們可以使用我們這種外銷規格的 二合一的影像電源傳輸器 我們就可以使用一條網路線 安裝一隻攝影機的電源以及訊號的部分 安裝非常簡單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我們如何使用一條網路線 就能夠安裝兩隻攝影機的影像訊號以及電源 首先我們在網路線這邊 我們把一條網路線 八星我們把它拆開 拆成四星接一個水晶頭 四星接一個水晶頭 我們來到攝影機這邊一樣 接上我們的 二合一的 影像電源的傳輸器 然後我們再接上我們攝影機的影像訊號以及電源 像這樣子 影像訊號 電源 那我們再把另外一個水晶頭接我們第二組的影像 訊號 影像的傳輸器的部分 然後在這邊一樣接上我們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以及電源的部分 然後我們這條網路線拉回來 拉到我們錄影主機這邊的時候 一樣 我們是把它的水晶頭分成兩顆 我們先接上 第一組的 影像電源傳輸器的部分 OK 那第二顆水晶頭一樣也是接上我們的 另外一組 影像電源的影像傳輸器這部分 然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影像訊號 接上我們的錄影主機的 影像孔 另外這一頭也是 接好之後 它會有兩個電源 這時候我們要準備我們兩顆變壓器 兩個變壓器呢 分別接上 這兩個電源的部分 再把變壓器 接上我們的延長線 我們這樣就安裝完整 也就是用一條網路線 我們就可以去 安裝 兩支攝影機的 影像訊號以及電源的部分 如果各位 對 我們這款 外銷規格的二合一的影像電源傳輸器 有興趣 我們可以點選我們下方的產品 資訊連結到我們TTIC的官網查詢喔 還可以搭配防水盒 安裝兩支攝影機在同一個地方 安裝起來就像這樣子 非常美觀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在同一支攝影機的旁邊要安裝 不是攝影機 而是另外一組 我要收聲音的麥克風的話也可以 我們只要在 我們攝影機的旁邊 一樣用同樣這組線 在攝影機的旁邊呢 第二組線這邊 我們換上的是麥克風 一樣我們把 聲音的訊號接上去 電源接上去 這是收聲音的麥克風 那我們回到錄影主機這邊的時候 我們把麥克風那一個 影像訊號 原本攝影機的影像訊號這邊 換一個轉接頭 接上我們收聲音的麥克風孔 收聲音孔 這樣子 我們就用一條網路線 安裝一支攝影機的影像訊號及電源 一組麥克風的聲音訊號以及電源 直接接回到我們錄影主機 我們這樣就安裝完成 那我們來針對今天的影片做一個重點真理 1 依照現場環境選擇 適合的影像傳輸器 2 使用網路線延伸 3 使用防水盒 既美觀 又防水 2 3 4 1 3 3 4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使用一條網路線 就可以安裝多支攝影機 相信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已經會自己安裝攝影機了 我們在下一部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監控系統的實用功能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